泰利颱風要來不來 傳統市場裡瀰漫濃濃的觀望氣氛 不見搶菜人潮 大家都在等 跌價 颱風來襲 對於家庭主婦來講 感受最明顯的就是菜價了 我們實際來到傳統市場 雖然到目前為止無風無雨 但是像這樣子 來自高山的高麗菜 一顆已經從前天的 大概170塊錢 漲到200塊錢左右 漲了30塊 那當然蔥的感受 因為我們現在在宜蘭 宜蘭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三星蔥了 事實上因為產地搶收的關係 這個蔥從昨天的批發價 就開始上漲了 像這樣一捆的蔥呢 是三斤 大概在前天 這樣的蔥的價格是350塊 這樣一捆 但是今天老闆說 大概是400多塊了 漲了也將近100塊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實際 像我們買一把蔥回家煮菜的話 這樣一把蔥大概要50塊錢 不過在泰利颱風的 這個警報發布之前呢 事實上這樣一把蔥大概是20 30塊 所以漲是有感覺的 漲了大概一個銅板到兩個銅板左右 只不過因為颱風呢 現在看起來好像逐漸在轉向當中 所以呢老闆也告訴我們說 他們台天是不太進貨的 最怕就是賣不出去 所以很可能要等到明天 這個颱風的消息比較明確之後 他們才會比較進比較多的貨 然後到時候呢這個菜價才有機會再逐漸回問下來 昨天早上很早就開始了嘛 我們都一兩點就 昨天早上一兩點就 那知道昨天中午才說 颱風已經轉向了嘛 賣菜買菜都在抱怨這兩天 菜價上漲完全是預期心理 但產地的農民也很為難 為了颱風提早出貨 誰知道泰利竟然不來了 三天前當我們預報颱風是從底下 可是現在變成突然 它會改變了很多的作業作息 為了怕泰利颱風呢 現在能搶收的三星蔥 都已經趕緊先搶收起來了 事實上夏天 這三星蔥的產量本來就比較少 而且最怕的就是颱風的侵襲 只不過蔥都已經採起來之後 卻突然發現颱風轉向了 宜蘭還出了太陽 而且呢 搶收下來的三星蔥 如果一天之內 不銷到這個市場上面去的話呢 品質很可能就會改變 這價錢可能也會跟著下降 甚至看天吃飯的這些蔥農們 也只有把苦水往肚子裡頭吞 記者王君賀 莊介凡 在宜蘭的採訪報導